再度來到立法院備詢 行政院長蘇貞昌 先對中國東方航空播音 737客機空難表達哀悼 機上一百三十二人 有沒有台籍旅客還要查 蘇貞昌也對中國喊話 有需要我方都會盡力協助 另外跳電事件 蘇貞昌和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在立法院唇槍舌箭 外界痛批行政院長 怎麼可以反質詢 話題延燒多日 蘇貞昌態度軟化 國會巡打的吵吵鬧鬧 是應該改革 我也要負責任 現在就來學習忍耐 這個很難 我也不可能一步做到 我盡量請大家多指教 請你好好檢討 為什麼連柯總召都覺得是臨幣設施 好 再來我要說的是 有關於住都中心的定位 柯總召講話 叫我好好檢討 這好像住都中心 太對的 不過立委林一華質詢 社宅被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民認定為臨幣設施 蘇貞昌忍不住回了幾句 增加休養還是得慢慢來 華視新聞張志勤 黃瑞琳 台北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 欣賞 評論 李宗盛 也許 為臨幣先 達 武 全